Mandy Mandy 好 麻煩三位 Mandy請留步 年尾約會無線會約而離開 其實現在和公知都進行合約 現在都繼續工作 不過因為真的最近忙著舞台劇 接下來還有很多長遙需要做 想真的集中精神做舞台劇 之後才真真正認真去思考一下自己的方向 你的方向是 舞台是發展還是繼續發展 其實沒有的 我覺得現在一直在談 始終現在精神集中火力去做舞台劇 之後再想 不過一定會是優先公司 因為自己也有十幾年了 不過之後再等完舞台劇 之後再去想 講到公司出報時候 都是很急 是沒有這樣的事 因為我覺得 其實長項對於演員來說 是一個肯定 不是要來傾若的條件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純粹是一個揣測 又說你這次也挺有決心 因為都有心灰意冷 那麼多年都未來找不到時候 所以都想著自己 一定不會是報道所說的心灰意冷 或者用獎項來換獎 換獎 換獎 因為我會覺得自己一直都是 做一個演員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每次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工作自己去100% 然後將它努力做好 你說出來有甚麼回報 或者是觀眾喜不喜歡 我覺得是完全控制不到的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 我覺得反而是 接下來有甚麼工作都好 都是一定是 將它100%做好 想不想拿時候 想不想拿時候 我覺得獎項 一向都是 剛才我都說 因為獎項 我覺得是演員 一個很大的肯定 和鼓勵 一直都會持著這個目標 會繼續去努力 但是我覺得 不會被獎項拿不到 影響了自己的投入度 和影響了自己的專業 每次都要盡自己努力 做得最好 有些好姐妹 阿琳 詩華 阿琳 有些和你在外面探望嗎 其實 因為我們最近都各有各忙 阿琳剛剛在內地拍攝 阿琳正在拍《新聞女樂王》 所以我們基本上 連Gathering都沒有時間 所以沒有時間和他們聊 但是很好的 阿琳 每個人 基本上抽空 會欣賞我的舞台劇 阿琳和阿琳和阿琳和阿琳都來了 所以接下來 阿琳和阿琳都會來 多謝他們這麼忙 都來支持我舞台劇 希望之後我們完結 各有各忙完 之後大家可以Gathering 有沒有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因為他們有些離開的意見 我們現在沒有特別談 剛才我說他們 大家都各有各忙 但是我們中間 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最初說 不是在這件事情上高 在自己其他生活上高 或者遇到的事情 我都會去問一下炮嫂 問一下恨兒 畢竟他們都多些經歷 聰明一點 聰明一點 所以都會問一下他們的意見 你現在的舞台劇 會不會都很大壓力 有啊 真的很大壓力 這個我也很想分享一下 因為剛剛做完頭 做了幾場 明天又會繼續再開始第二拍 其實由排練到演出 都很大壓力 因為這次真的要背很多 很難記的對白 很考一個演員的 對台詞處理 的功力 都是很大壓力的 畢竟自己的舞台劇 又不是很有經驗 但又很順利 因為我們頭幾場都很好 都收到很多正面的迴響 希望接下來 下半部分就繼續努力 繼續做好它 是的